以前都有办这个十年的中国签证 那现在还可以使用吗 他之前听到网路上是在讲说 哎呀十年的中国签证完全都取消掉了 那以后这个中国签证之前缴的费用 之前办好的这个签证现在都没用了 这是真的吗 到底是什么状况呢 我们也有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这个 乔务领事我们的孟世伟领事 来帮我们做一下解答 目前啊根据中国政府 20年3月26日发布的 针对外国人入境的签证限制政策 仍然有效 目前以下几种复华证件的暂停复华 一是呢持有2020年3月26日 之前签发的签证 比如说L字Q字M字F字R字等类型 十年多次签证 第二类呢是学习类的居留许可 第三类呢是有效的APEC商务旅行卡 持上述三类证件的外国公民呢 如需付华呢 是需要重新办理付华签证的 目前无法使用 请广大的外国公民呢 注意有关要求 同时呢再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呢 申请人呢如果持有有效的工作类 私人事务类团聚类以及记者类的居留许可 目前呢可以凭上述四类的居留许可呢 直接复华 不需要再申办新的复华签证 目前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啊 这个我们呢 也揭露过类似的咨询 这个持有2020年3月26日之前签发的签证呢 比如说L字啊 Q字啊 M字 F字啊 等十年多次签证了 目前是暂停复华 不是作废 这是两个概念啊 我相信呢 随着全球 疫情的变化和发展呢 中国政府呢 将会对复华政策呢 做出事实的调整 请大家也密切的预议关注吧 非常清楚的一个解说 再次感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这个 乔务领事 我们的孟世伟领事 感谢您的解答非常清楚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详情 可以到领事馆的这个网站上 也可以看到详细白紫黑紫的一个条例哦 再次感谢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 这个提问以及 我们有找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说法来做解答哦